赔不了钱 就再赔我睡一晚 你先说吧 找我什么事 我昨天在音乐教室 落了个笔记本 有人说是被你拿走的 就是封面是蓝色的 上面还有 没有 没有 怎么会没有呢 这个笔记本对我老说 真的很重要 你知道分享课的事 是我不对 我不是给你倒过签了吗 只要你把笔记本还给我 我保证 以后再也不去学校了 第一 我不认识你 陌生人的东西 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第二 分享课的事我确实很在意 但还不至于用这种方式 来报复你 我没那么幼稚 第三 既然这本笔记本 对你来说这么重要 就麻烦你搞搞清楚 不要别人的一句话 叫晕头转向 浪费时间 没有你了吧 接下来干吧 是我这个杯子 杯子 这是产色奥地利的水晶杯 纯手工制造 而且是限量杯 全球只有这么一个 杯子还有纯手工的 它天然就是音符的形状 底部还有一个完整的自水阶 是当年的丹尼尔大师 亲自切割打炮的 那应该很贵吧 你怎么变成这样啊 在你来之前 它还好好地放在我的床头柜 你走了以后 就变成这样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从来没见过什么 纯手工的水晶杯 你别想饿我 你连自己怎么进来的 睡得哪儿都不记得了 你确定你没见过 我 其实我也不能确定 要不然我们报警 你不能报警 你报警的话对你不好 你要报警的话 我在你这儿睡的事 不就曝光了吗 不就是一个破碑子吗 就当是我弄碎的吧 多少钱我赔 五万 五万 就算是纯心做的 也不就是这么贵吧 财质上是用不了 但意义是无价的 就像你的笔记本 不报十万也可以 你也对 不对 你这就是敲战 那就报警吧 咱们再商量商量 我就 我就没钱 我就是一个穷学生 隔壁那别墅也不是我们家的 是我小姨的 我就是借来度个价 再一晚我就还回去了 赔不了钱 就再陪我睡一晚 就跟那天晚上一样 天一亮 杯子的事情 一笔勾销 原来你的重点 根本就不是这个杯子 你的目的也不是那五万块钱 而是我 你可千万别想歪了 我只是让你在那张床上 睡一觉而已 就跟在自己家一样 为什么啊 你是不敢一个人睡啊 这你不用管 那为什么非得是我啊 想陪你睡的人多 三天还清五万 还是今晚过来睡一晚 自己选 五万就五万 我还钱 莫名其妙 没想到大名鼎鼎的习送 居然这种人 对啊 他可是习送啊 他要是真敢对我做什么的话 损失肯定比我大啊 上哪儿去找这五万啊 还不如睡一觉呢 老婆 这个也挺好吃的 来 我不吃青椒 我有 老婆 来个这个 我不爱吃这个 等你吃吗 你去 米多你怎么了 今天有点返偿了吗 今天有点返偿了吗 有吗 我觉得 有这样一对恩爱的父母 好幸福 好好吃饭啊 好好吃饭啊 妈 上高中的时候 我爸是怎么追你的 是你妈追的火 没想到吗 宋美清你疯了吗 你今天 我告诉你啊 想当年 你老爸在高中的时候 妈妈是校草级别的 真的 那家伙 每走一步 都伴随着女同学的尖叫声 那清书收到手都发软了 你也信了 你妈刚一进校的时候 就喜欢我了 一见钟情对吧 你真 每天给我 大饭送水 坚持着有两年多 我 一开始我还犹豫呢 我还想 这小姑娘长得也挺漂亮 还想会 这会儿要是再不答应 这高中也看着要毕业了呀 我以后恐怕就再也找不到 对我这么好的人 是吧 于是我们就在一起了 那 那后来是拿跟你求婚的吗 求婚这种事情 当然是男人主动了 就是 求的婚 我记得当时我 我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九十九块钱吧 我买了一银戒指 结果那戒指还没掏出来 你妈就已经迫不及待了 我愿意 你们碰你两个金刚真的 上房接瓦呀要 戒指呢 去年我记得你还戴着呢 款式老土 我等着你购买新的呢 好 放心 我给你买一钻戒 怎么样 两颗拉的 女儿作证啊 你爸爸要给我买钻戒 我等着 两颗拉的 你赢我电话 好 是的 那你们当时什么时候睡在一起的 我 我的意思是 嗯 说什么 说什么 发生 关键 虽然是 我